为了更好地做好民房工作 不断完善澳门避险安置的安排 8月13日 澳门社会工作局对外表示 至下一次台风起 避险中心会推行两级的开放机制 以应对不同情况下 暴风潮有可能对居民打来的影响 为使用者提供适切的服务及支援 当本澳悬挂8号或以上峰求时 避险中心将会启动第一级开放机制 同时开放4间避险中心 包括青州避险中心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工人体育场 吞仔及路环社会工作中心 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 期间上述场所可提供饮用水、饼干和杯面 会应使用者的临时避风需要 而当台风期间遇上风暴潮第三级 阐色或以上警告时 且特区政府颁令紧急疏散低华地区居民时 避险中心将会启动第二级开放机制 届时全澳17间避险中心 4个扎合点及紧急疏散停留点将会全面开放 为使用者提供饮用水、饼干、蛋糕、罐头、麦皮、热米饭、床垫、碎袋、薄皮等 亦设有无障碍通道及无障碍洗手间 床架、轮椅、停进人士设备、沟通卡等 亦在五间避险中心安排了卫生局医护人员进驻 并配备医疗设备 回应不同使用者的避险需要 而在日前 社工局的领导主管分别拜访了澳门工会联合总会 及澳门保安部队高等学校负责人 协商及共识落实上优化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